是因為債務縱分 在KTV露路相逢 兩派的人馬爆發衝撞車輛衝突 畫面拍下大馬路旁 有人打開白色轎車 車門和乘客發生拉扯 另一邊廣場空地上 則有兩臺車相撞 車頭還因為撞擊起火 冒出陣陣白煙 讓目擊民眾看傻眼 原來十三號清晨六點多 有兩派人馬相約在彰化 芬園鄉公園前談判 其中一名理性男子 開著黑色車輛 就埋伏在社口橋旁的巷口處 看見對方陣營的白色轎車 行駛而來 和一路摧油門到對象衝撞 接著雙方又在路上展開飛車追逐 追到廣場空地前 車輛撞成一團 車上總共三人受傷 幸好沒有大礙 而警方獲報之後 也火速道場壓制 他們是在 南投草森的一間KTV 有發生糾紛了 鬥毀以後 那我們有轉到我們的 恩怜鄉這邊 他們要來做一個 再一個理論 現場有採握到 兩根的球棒 軍中鬥毀事件 警方共逮捕13人 初步瞭解雙方疑似 因為債務問題起糾紛 事後相約談判 在路上飛車追逐 危險駕駛 讓人捏把冷汗 也被以妨礙秩序 傷害以及劇中鬥毀 等最嫌移送偵辦 謝謝林玉鳳 轉化報導